好同学我们这部影片将来看到 唯一一个陆域生态系 我们有在上课讲到的叫做 印叶长绿矮木林 那不过讲实在话也只是待看一下 好那同学这个 印叶长绿矮木林呢 其实是这样的 你会发现它分布的范围在哪里 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 你会发现地中海 地中海型气候 其实大家在国高中的时候都有背 我还蛮好记得嘛 下干东雨 所以我这边有写了 它降水是这样的 有季节性的差别 下干东雨 然后也没有很多 300到500cc 好那温度来讲 也请大家直接看一下 好那在这种地方来讲呢 其实它不太可能会长出 很高大的森林 是有啦 但是没有到非常的夸张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主要是灌木以及矮小桥木 然后再来有核草跟杂草 整个一同生长 那多样性也非常的高 但是请注意 这种通常有点干旱的地方 会有一个问题 它会有火 那个火修正一下 我觉得应该不能叫做问题 因为这些生物 本来就要经过一定的火 去烧过 把原来的旧的植物 像清除掉一部分 才能够让新的个体生长 所以就是这样的概念 然后再来看到动物象 那当然就是啃食这些嫩叶 或杂草 核草类的生物 才会在这边居住 那当然至于这个 所谓的什么 两生类鸟类 爬虫类昆虫 这个没话讲 它们本来就到处都有 然后再来 人类的冲击是欧洲那一个区块 本来就是高度发展 所以人类会造成它的影响 好 那再来 就要来看到台湾的生态系了 台湾的生态系呢 讲实在话 它通常 其实不会直接考你 就是 以前你高国高中学过的部分 但我们还是照着这一颗区块 复习一下 有些东西 其实就不浪费时间 就请大家自己稍微念一下 好 首先看一下台湾的气候 台湾的气候 就是我们有打算带大家仔细念过的 其实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有各种地形 季风 纬度 洋流 等等的因素影响 大家要知道它的变化情形 好 比如说像台湾来讲 一二月 通常会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然后这个时候台湾的北部 东部 这边会有非常大的降雨量 然后三到六月 这是要等待美雨季的到来 才提供雨量的产生 那七到九月呢 这是以台风为主 产生我们的 就是主要的雨量来源 十跟十一月呢 则是逐渐转秋冬的情形 又是再次从那个 所谓的西南气流 转变成东北季风的气流进来 好 那这个就请大家继续再花一点时间看 那台湾来讲 原则上我们会有冷风跟暖 冷风跟滋流风 但台湾没有什么暖风 滋流风给大家看一下 滋流风大家也晓得 那个地方出现的时候呢 通常都是会不断的下雨的情形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接下来来看台湾生态系的个论 我会从高海拔一路往下讲 好 就带大家看一下 首先台湾的高海拔 有高山寒原生态系 这是非常类似 急区的台原生态系的情形 大家都晓得 它的温度低 然后再来日夜温差大 而且那个地方有个特点 就是风非常的强 你就能想象嘛 今天从淫风波 那个气 因为气压的影响 要从淫风波跨过去 然后到被风波的地方 那就会造成说那边很小的空间 然后气流大量的窜过 然后再来又因为高空的关系 所以下雨下得非常的强 那在这种强风的地方呢 这边的生物有个特点 就是通常很矮小 紧贴地面 为的是要吸收地面的辐射 然后或者是避免那个就是 强风吹拂 这个都是它的目的 那这边的生物是这样的 你可以认识它们的名称 你会发现 哎呦还蛮好记得 玉山原泊 高山杜鹃 玉山小泊 还有玉山佛甲草 哪一个不是高山的感觉 每一个都是 好那这些所谓的 譬如说玉山佛甲草 还蛮有名的哦 同时应该知道佛甲草是什么 景天科植物 你就可以想到 CAM循环这一群植物 好那这群植物 什么在这里 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因为冷嘛 所以长得很矮 吸收地面辐射 因为风墙嘛 长得很矮 怕被吹走 然后再来还有就是 保温的一些方法 请看 好那再来看 高山杜鹃上面 则是由龙毛可以保温 这个就是一个例子 然后再来这边 因为动物也没有很多 所以通常需要花色鲜艳 来吸引动物帮忙传粉 好那F1跟F这两项 就请大家看哦 至于这边的动物 这么说好了 其实几个相邻的生态系 恐怕动物都差不多 所以等一下你看到 像有昆虫这一定的啦 至于像九红猪雀 金益白梅 还有那个叫岩寮 岩寮算是台湾最高海拔的鸟类 还有高山白富鼠 跟以它为主食的黄鼠狼 同时黄鼠狼台湾是有的 它本名又叫华南幼鼠 好那同学这边就给一些照片 让大家欣赏一下 其实照片也是还好而已啦 看看就可以了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高山草原生态系 就是开始往下走 高山草原生态系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在高山上 高山上其实会有一条线 叫做森林线 森林线之上应该是高山寒原 森林线之下 就是高山的那个真叶林 可是为什么还有夹一个草原在中间呢 因为草原其实通常是一个过渡群集 或者这么讲好了 这样不太好 应该是说它是一个在 次级消长的先锋群集 比如说你知道真叶林 本来就会有森林大火 那这就产生了高山草原的生态系 好那高山草原的生态系呢 目前来讲主要是以玉山建筑以及高山芒草这两大类为主 那下面有讲了一下它们特征 像玉山建筑呢 同意你知道因为建筑它本身有一种就是 它是相克作用啦 会让其他植物不好长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干扰型的竞争的情形 那玉山建筑通常是这样的 因为它很厉害 所以它占地非常广有代表性 常常在迎风波或凹谷地区 然后火灾之后快速的抽牙生长 那其他动物很难忘其象背 其他植物啦 其他植物 好那这于高山芒草者主要位在背风波 那这个东西就稍微要自己背 那括号D是我比较想强调的 它其实是一个先锋群集的概念 先锋群集的概念 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你知道的那个重新开始消长 然后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长成真夜灵 OK 然后同意动物请自己看 这边有什么好讲的 再来请大家看一下下面的第三点 真夜灵 好同意真夜灵是在高海拔的地区 然后呢 这些地方是这样的 其实高海拔地区真夜灵通常有一个特点 它通常是属于所谓的纯灵的状况 这边给你画几个生物的名称 冷山 铁山 台湾云山 这几个 那因为通常它这个纯灵呢 代表它是一种优势种 优势种 然后呢 这个优势种的情况 反正就几乎只有它 那所以我们就通常说叫做 冷山纯灵 冷山群集 铁山群集 然后 或者是说大家可以这么说啦 那 或者台湾云山群集 那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冷山跟铁山群哪个海拔比较高 其实有时候想看 冷山那个名称就知道 比较高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然后再来 等我一下 来 这个曾夜灵等等的跟北方的曾夜灵是一样 那为什么他们会来台湾 他们其实是一个就是 在 就是那种叫做什么 冰河时期的时候 开始逐渐往南边生长 然后但是等到冰河退却的时候 它就必须开始怎样往高海拔的地方生长去 那就跟像那个什么东西啊 叫做 櫻花更文归 是类似的概念 好 再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动物的地方 其实动物同样没什么好讲的 知道吗 因为就跟你说动物会移动 直说当然了 刚刚比如说像 梅山雀啊 这个就没有出现 是因为海拔逐渐往比较低的地方走 但其实还是在蛮高海拔的地方啦 好 再来 继续往下 那至于台湾黑熊 水鹿也请你简单看一下 这是谁 地质 大概也是认识一下这些生物 好 台湾山交椅也请大家认识一下 地质我觉得还蛮不错 可以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雌雄二行性 雌雄二行性 好 再往下看 再来到真阔叶昏盛林 这个是台湾山区生物东西最高的地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既有真叶林的生物 也有阔叶林的生物 等于是两个交接带 而且台湾我们年雨量最高的 不是年雨 山区雨量最高的地方 是在海拔 2200公尺高的地方 这地方呢 因为湿度大 然后再来整个充满雾气 那雨量高 所以才造成这样的原因 所以它要称之为雾林 再务必记一下 它蛮特别的 那这边真阔叶昏盛林的状况是 就是两种生态系的生物在这边 交接 两种生态系的生物在这边都有 那当然看一下 这边真叶树有谁 台湾扁薄跟红块 这当然要记一下 至于所谓的阔叶树呢 这是以牛樟 九穹 这样的真叶树在这边生长 所以强调真阔叶混森林 那再强调是台湾山区 同学有没有注意到 我讲山区 山区生态系 生物东西最高的地方 动物也请你简单看一下 长生山羊叫什么名称 白面无鼠叫什么名称 认识一下 至于那个台湾山交椅系 跟台湾黑熊也有出现了 好那我们继续往低海拔的地方走 好那再来请看到 阔叶林生态系 阔叶林生态系 那阔叶林生态系 就是比较偏向 大家平常去 简单附近 家里头爬爬山 不用去太高海拔 跑太远的地方 大概就这样的环境 好那既然是阔叶林 我们稍微认识一下 那台湾平地来讲 台湾的所谓的中低海拔 阔叶林主要是这两种植物 张科 可斗科 张科 可斗科 然后再来 张科可斗科 大家知道台湾以前 本来就是拿那个什么 拿那个叫做张树来大量的出口 好那再来 因为这个地方比较 是阔叶林嘛 所以相对来讲 温度会比较高 那当然 湿度还是一定有的 所以附身植物也长了不少 比如说像鸟巢爵 然后再来最特别是 因为靠近平地有一种植物 香丝树 好 香丝树是这样子的 它在台湾其实原则上是外来种 然后 它本身呢 引进来之后 其实是有很多的目的啦 比如说其中一个就是 它当成你现在看到上面说 是属于木炭的来源 好 然后再来呢 还有它可以当做防风铃 那另外香丝树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点 就是它的叶片 并不是真正的叶片 它的叶片其实是从叶柄 逐渐特化而来的 不过这就蛮细的 所以你听听看就好 相思数 知道一下 好 接下来动物继续往中地海拔移动 所以你看到有些生物 你开始认识的 比如说松鼠啊 各种其他 平常你可能会看到鸟类 像冠鱼化梅 刚刚就没有 赤腹松鼠 刚刚在高海拔也没有 那台湾猕猴呢 台湾猕猴也是在这个海拔左右 开始大量繁衍 大量很多的 好那再来C根猪 就请你自己看 看一下 这个人类种植的问题 其实你看到 有些山区 真的都拿去种茶了 就当然会把 原来的一些环境 给它破坏掉 好再来看到 台湾生态系 生物多样性 最高的地方 叫热带季风林 刚刚老师 你不是讲物林 现在讲不讲 热带季风林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刚刚有强调 刚刚说的是山区 如果我们没有管山区 那么现在当然就是 整个来比热带季风林最强 那台湾为什么没有热带雨林 因为台湾热带雨林 有一个问题 它的问题是这样子的 就是 我们虽然一年里头 有三千多公里的雨水 可是呢 为什么不长出热带雨林 因为我们是季风的状况 就是东北季风 跟西南季风 一年当中 每个地方 几乎都只有半年有雨左右 当然台湾季节 是全部大家一起来 但是也不一定 因为像台东或者是花莲 如果台湾从台湾北边经过的时候 要不要太远 这时候他们还会有焚风 又干燥又热 还会森林大火 就非常的麻烦 同样再来往下看 下面热带季风林继续看 那请大家看到植物的部分 这边当然就属于跟热带雨林一样 你看 层次复杂 树冠层发达 还有很多附生植物 然后再来 那只是因为有半年的季风吹袭 所以没办法像真正热带雨林 长到一百一百二十公尺 而且对他们来讲 半年雨量不够的时候 还是要熬一下才能过去 好 再来这边来讲 有各种不同的植物 大家可能不见得有看过 像棋盘角 连夜童 有的没给大家照片 要自己回去查一下 Google就有了 或者说你看 龙鼠植物 本来就热带雨林 植物在上课有提到 有板根这一类群的 像蓝人 好 再来还有营业树 这些生物在 好再来至于下面的地方 龙鼠植物则是以赤道为分布中心 大家知道 再强调一次热带雨林的植物 就是它 那甚至还有干生花跟残热现象 那为什么要干生花 因为热带雨林植物有什么特点 实在是 上面太高了 你花开在上面动物又不去 我是要靠谁传粉 所以它才有干生花 这个是花 这个龙果 对不对 龙果 其实我们称它叫做影头花絮 然后里头会有龙果小风 龙果小风跟那个龙树是一种互利共生的关系 好 都是残热现象很常见的生物叫做雀龙 雀龙会残别人 注意哦 同样残热现象并没有寄生哦 它是竞针 竞针 这是什么竞针 干扰型竞针 然后这板根呢 是帮助在这个地方有通气 而且可以拦截一些物质 然后也可以避免被雨水大量的冲刷 这气生根针 支持根 同意气生根就是从上面跑下来的 跟呼吸根不一样要分清楚 支持根是它碰到地面 看变真正的根的时候呢 就会变成所谓的支持根 OK 好 再来动物这个还蛮有名的 同意认识一下 台湾的热带季风铃除了墾丁之外 兰宇这边有两个特别很特别的物种 当然不是道特有种啦 你看一下椰子蟹 椰子蟹 椰子蟹 可以吃没有错 但有点平临灭绝了 不太OK 珠光凤蝶 或者以前有人学过叫珠光凤蝶 这边有写了 也可以 那它的始朝只是港口马兜林 所以蓝宇那边开港口之后 造成港口马兜林大量减少 珠光凤蝶确实步入了灭绝的可能性 好 再来最后我们看到沙丘生态系 同意沙丘生态系 大家是有经过的啦 就是也不算是海水浴场 因为海水浴场比较就是偏 那个就是真的就是沙岸 沙岸 我讲的是海水浴场在喀近岸边 一点就靠近陆地一些的地方 那边就是既没有海水会淹没 然后呢又因为那个海风不断的吹拂 造成那边岩度比较高 然后呢 然后造成它那边不太容易长出一般的植物 就只能长出一些特殊适应性的植物 那奇怪 突然那个海风吹来不是水蒸气过来 怎么会有盐分 都是这样的 其实你如果地球科学有看 盐分也会跟着被吹过来 好 同意看一下这边有穷吗 文书兰 这边这些植物要耐风耐汗耐盐 那这个东西是这样 它叶子会肥厚多汁储存水分 那马鞍藤呢 同意马鞍藤则是在沙丘上生活 那它有不定根固定它的植物体 林头这个很有名 它长得有点像我们的凤梨世家 那一类型植物的果实 请你再去查一下它是什么果 聚合果还是聚花果 自己花点时间 但是我觉得也还好啦 那林头这种植物呢 它通常种在那个海岸边是为了防风 也是类似防风林的构造 而且同意我们看到上面很多的刺 这个刺就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 可能动物没有什么植物可以吃 想吃它 它就不太想被别人吃 这还蛮正常的 好那还有各种植物 就请你简单看一下啦 那在这种沙丘生态系呢 动物你不要以为是真的沙漠那一种 当然是就台湾可以常见的一些生物 这里都有看过的 什么叫蚁狮 蚁狮就是它挖个洞穴 然后等着牙蚁不小心路过 就会被它吃掉了 OK 好那昆虫吸引鸟类就不用讲 尿酸 排尿酸的生物就是干旱的环境 OK 好 再来这张图请大家花点时间 如果前面记不做全部的东西 你至少把这些植物稍微有印象看一下 阿童注意下一件事情 这边有一条线我画一下 这条线叫做森林线 森林线再记一下 森林线之上 你可以这么说啦 高山寒原 高山草原 增叶林 但是草原我说过 它是一种过渡性的状态 所以有可能增叶林被烧掉了才出现 所以它其实有时候会在增叶林里头 镶嵌出场 这个是正常的现象 好所以高山草原稍微有点弹性一点点 OK 好那台湾生态系的介绍 我们就到这边为止 视频之后